来晚威一两 你好英哥能听到吗 能听着说 那个我就想问你个事 就是这个法院能说吗 你是隐晦点吧 咋的 就是现在是24年嘛 21年左右的时候 就是我们给人家干活嘛 然后 全部下来有个18个 80个左右 啥薪水啊 钱 我知道是80个是啥薪水啊 正的 那不就正 也就相当于给人家盖了一个养殖场 就是80个 有80个薪水 然后就是 等一下别动 你给我给你表演 正规活正规的 正规的 我骗你了 你说什么的呢 就是 然后就是最后钱没拿上嘛 啊 然后 老板那边 甲方 就是说是破产了 嗯 然后 当地的 把它给把它那个厂子给他拍卖了 嗯 拍卖了 钱也没给我们 给给他还还另外的款了 然后我们就去 你不是提计顺位 嗯 对对对 这我知道 嗯 然后就是说我们的钱呢 他说让你去法院 嗯 去法院 然后就 就起诉了 我们也胜诉了 嗯 出生 中生 反正打了好几场官司 嗯 你说结果 也胜诉了 嗯 然后执行局执行不下来 没钱了 不是说没钱了 人找 人他不管 嗯 什么关系 人 嗯 执行局不去找 不去找 就是人 他那个啥 他不在 他 他就不在当地 然后我们去执行局 那不就限制他 去了 啊 限制他不就完了吗 已经限制了 他所有的 已经把它拉黑了 那 那就是老赖了 现在 嗯 对对对 那老赖的话 那 限制是怎么限制 不能说你兜里面还有钱限制你 肯定没钱了 才能限制 没钱 有钱 卡 卡 卡 他的卡 他的 反正他现在 也就说相当于说 他现在啥都没有 就光会一个 啥都没有 就是烂账了 就是烂账了 然后 嗯 对 然后我说 你那个 我们就去执行局 说你钱拿不出来 你钱 钱要不回来 你人 人你不抓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一直拖着 他说那你去找吗 找 找过来 我们给你执行了 那不是 那不是执行 他明下有财产的就不会变成老赖 明白吗 案子反正是 老赖不是刑事犯罪的话 他都不可能说 不可能说是明天卡尔帽 这样就光给他 那那那那那不存在的 干嘛不管 对呀 你不可能 他不是刑事犯罪 你是杀人了 你抓就行啊 我 我知道 已经这样老赖了 嗯对 明下份都没有 查你财产了 但是 他儿子有啊 他怎么负债子 负债子查 反正 我也 我也就是听他们 听别人这么一说啊 也不是说是 我知道你换谁 换谁吧 欠这些钱 肯定都是觉得难以接受 但我跟你 我跟你举个例子 打了假设啊 假设我今天 我想空手的套白狼 我整个厂子 厂子也是圈类的 然后呢 外面东西都说好了 一年才结账 其实这里面最大的风险 就是为什么一年才结账 明白吧 我一个月一个月应该结 这是你要吸取的教训 但是咱说事已至此 再说这个没有意义了 我跟谁都是一年一结账 给我发货的来 就是给我送货的 就是 咱说铺货也好 啥也好 我跟他设账 我一年以后给他结账 房租我也一年以后给 完了 我再找人 过来干活的 也一年以后给 你呢 咱俩认识啊 你就在中间 扮演一个经理的角色 完了呢 咱预计这活一年 能挣一百万 咱俩就一共啊 我就能挣一百万 然后呢 我如果能把你 变成第一顺位 就说白了 我先欠你一百万 年薪 你也是年底才拿嘛 对不对 这一年干完这活 就剩了一百万 结果法律一执行 帮我把这一百万给你了 哥们咱俩倒是 给你败 咱俩这事就成了 没错吧 你这不出bug了吗 对不对 你这是不是出bug了 对 对吧 那你说 你说假 我再假如说 假如说咱俩不认识 我确实欠你这些钱 完了呢 别忘了这个假设 我再说一个 假设还是咱俩这个关系 一年这一百万 我也没挣来 挣了以后 我刷好给你 我没给你 我拿走了 跑了 哎 执行了 这钱也不在我兜里头 完了 部门一看 哥们你确实挺辛苦 你干一年 你讲话辛苦 干一年 这一百万 我先给你垫上 回头扎了前面 gimmefile 又出bug了 没错吧 所以说一定的是啥 我许的诺 我许的诺 给你一年八十万 对不对 肯定得是找我拿 谁能给我垫呢 肯定是让我变卖点质 你这里面说白了 你说有一百就有一百 如果说有别人能垫的话 此时他把他小舅舅 我答应过小舅一年给三百万 谁能给他垫上光 给他小舅三百万 事不就平了吗 那可能吗 那不东西就不合理了 不是劝你认栽 我只是告诉你 你俩的这种结账方式 本身就存在着法律管不了的东西 比如说你一年要八十 他凭啥给 他凭啥认你一年值八十 你这一八十凭啥能等到一年 他才给你发 懂吗 不是 我这个八十 他是核算 法院也和那些都 全部都介入过 过时后 他现在没有 那你咋说老赖了 你咋的 我就说 不是不是枪毙 我就想问一下 第一次去法院的时候 法院说 工作忙 你们自己去抓 抓完之后 你只要把他找到 带过来 不行 我们也去了 我们也把人找到了 我们也把人给 带过去了 但是 我们从前面 从前脚从法院走 他法院后脚就把他给放了 那咋的 他是刑事罪 得蹲大牢啊 人家说 你咋不还人钱呢 你看你 你要查偶账了 没挣了钱 我现在外面打工呢 那快去打去吧 假设说 当然法院不可能这么处理 假设说 那有啥不对的 哪不对啊 你啥理由给人关上 哥们 他归工工款了 你俩不是民事吗 他一天都没关 你俩不是民事吗 哥们 他归工工款了 没有 对啊 对啊 那不就完了吗 那你说我在外面打工 挣钱呢 我现在没挣着 你咋说啊 你要脱到一年了 每年 每年还是每半年 都有说法的 你脱到半年了 你钱呢 一个说法都没有 多长时间了 一 二十一年左右 二十一年 那就现在一直没有钱吗 我说法是没给你 还是他跟法院没交代 你知道 我法院也没跟我说 人现在也找不到 然后后面 你律师到底你说的 律师 他律师也没办法 律师他只能说是他督促法院 然后法院那次又 后面又抓住一次 然后他出来一个担保人 给他担保的 说多长时间还这个钱 担保人说的 也在法院也签字了 但后面担保人也不认了 现在他外面签的钱 就是你是剩 你是最后一个了 不是不止 那那他们整不好 先还别人了 不是 如果像像你这样说的话 应该我应该是第一个了 因为把厂子拍卖之后 钱给的 把前面的都都给了 对那我现在就问 他现在外面还欠几个钱 你是第几顺位 我现在应该是第一 你别应该是你校准了 应该你要 如果是第一顺位 你一分钱没有 那就不行啊 第一 我我现在是第一 因为前面两个 那他申请强制啊 强制执行啊 申请啊 强制执行没用啊 怎么叫没用 什么叫没用啊 他一个 扎三里是人在国内 那为什么就没用啊 执行局他说找不到人 你说这个我他妈就不信了 什么这需要找人吗 账户呢直接给你摆那了 他就是找不到人 你这我不信 这我不信 真的 你前面说别的我都信 这我不信 执行局 我之前我去了好几次了 跟我跟我爸一块 然后 哥们 我想我想问一下的 咱闭馆是他欠你八十万 就拿换拿换 他兜里他有八百 我就是分币不还你 你申请强制 咱说说法都能给你 我万一叫你自己去找人家 对 他就让我自己去找 你录下来 你发给我 有他都有那个给我办 你录下来 他们之间那个微信 他都有 那你录下来 不是怎么的 然后执行局 谁 强制执行的部门 讲话那没有执行局 你说法院的强制部门 强制执行部门 跟你爸加上微信了 跟你爸私底下说 你自己把你爸人找过来 我跟你办 这么说的 不是我的意思 我我 你明白应该 当时在 我啥不明白啊 不是 他是当时在车上 我拉着执行局人 去办事的时候 执行局 执行局就给我说了 这个钱 你不用担心 我指定给你要过来 我要不过来 我给你 我给你掏了 这是执行局 给我说的话 然后 后面执行局 给我说 那个 他们每年都有那个 老爹 有那个难点的案子吗 老爹 老爹 往周上发 老爹 你听我说 滚 滚 真的实事 滚 执行局人 说 要不来 你给给了钱 你不当场拿 拿一个 那个文件出来给签了 那执行 执行局是什么 哪个口的呀 那大哥 我现实在没猜错 应该是夹个小包 搭上带个大金链子 穿个小一号的T恤衫 现实大动物 舔舔的 整个老库旗 腰带 提挺高 提到嘎吉沃那块 穿个老豆子鞋 是吧 踢个老炮头 车里还吊个烟 跟你爸说 哥你放心 这钱要不来 我给你掏了 你放心 这一块我能摆了 明白的 哥 赢哥 赢哥 赢 那法院就是 讲法的地方 说白了 你要让我这 为啥我这种人 整不了法律 你要我要听完这话 我指定 一正 一正言辞的 我给你判 我要给你过 存个什么 硬编那么根 还整出执行局来了 执行局 狭小包 带个金链子 给你打包票了 要不来 我给你掏了 干啥 他是他爸呀 我真服了 执行部门 是法院部门 好吧 你会点赞 你会点赞 我 我 我 你会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